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大厨 今天由我来做一道家常菜 这家常菜的名字叫做腊肠炒荷兰豆 这是主料 这是荷兰豆 这个是料头 腊肠首先我们要斜刀切片 切大约0.2厘米厚 一般我们中国传统很多家庭都会做腊肠 所以这个菜是很广泛 每个家庭都会做到 第二是料头 这个姜切零形片 斜刀切 还有这个是红椒 红椒是搭配颜色的 切大小跟荷兰豆差不多 大小 首先教大家处理一下这个烂豆 因为烂豆的腥味比较重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来浊水 放水 放一点油 水开了以后 大约浊一分钟左右就熟了 现在有八成水温了 基本上可以了 我们就放进荷兰豆 荷兰豆 把它灼一下颜色 你看它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绿色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可以了 煮到水 就把这个水倒掉 烧热锅以后 放一点油 把油烧烧热以后 放入这个姜蒜 也是放入姜蒜 扁住香味以后 放入这个洋葱 还有这个红椒 大家制作一定要先炒 这个腊肠 先炒腊肠炒出香味先 这个腊肠 它会变成一个O型 就记得它准备 已经差不多熟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放入这个荷兰豆 差不多有六次成熟 荷兰豆 那我们就开始调味 放一点点鸡粉 炒均以后 我们就打点芡 就马上可以出锅了 这个菜不能炒太久 不能炒太过熟 一道绿油油的荷兰豆 腊肠炒荷兰豆 就可以出锅了 看起来颜色非常的漂亮 好的 这一道荷兰豆 腊肠炒荷兰豆 就完美做成了 是帮大家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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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